不可思议的喝水公路 一分钟喝掉4000升水 究竟是何原理 只见这辆洒水车在这个地面上疯狂地洒水 但洒出来的水全被这个地面给吸收了 产生这种画面的原因就是因为地面上有一种特殊的混凝土 这种特殊混凝土的好处就是可以快速吸收大量的水 让它产生这种设计想法的原因就来源于每当夏天下跪以后 都会产生大量积水的情况出现 甚至一些地区的排水系统不好 就会导致水漫过路边时 为此国外一家公司就研发出来了这种特殊的混凝土 他们将这种混凝土称之为多孔混凝土 这种混凝土和传统的混凝土相比 结构之间的缝隙很大 在遇到水的时候能让水在缝隙之间流下去 并不是真实的吸水 而流下去的水就会储存在地下成为地下水 传统的混凝土是沙土等一些材料构成的 材料之间的缝隙很小 因此水流不下去 只能堆积在路面上 采用了这款新型混凝土 就不用担心路面积水的问题了 夏天遇到大暴雨也不用担心了 缓解了排水系统的压力 现在这款混凝土在国外一些地方都在试运行 主要是看是否有别的缺陷 如果没有别的缺陷的话 相信不久之后就会大规模推广使用